邁向国际 创新经济 新创纵队 耶 一字排开通通穿上粉色双衣 立委余文如 带着新人立委参选人 吴亦农谢佩芬等人一同成立新创纵队 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经济的转折 改变还有这法案的松绑 资金的引入创新创业 还有人才的国际交流 一起连结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看见我们这部分的 这个强力能量 面对一个持续改变的国际情势 不断改变的科技趋势 我们怎么把握机会 把握我们的优势 不需要完全的依靠单一市场 对岸的市场 立委学姐带领新人抢曝光 让第一次踏进立法院的吴亦农 顿时涌起雄心壮志 第一次进到这个 以参选人的身份进到我们的立法院 我们的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真的是战战兢兢 那也给我更大的决心 更大的战斗力 要把这场选战打好 一定要赢 让我明年在这边 可以跟我们委员一起共事 吴亦农讲出心中的志向 还不忘送上招牌笑容 但是要成为行客立委 光靠自己的努力还不够 还得有最强的正副总统 来带动选情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担任副首 会是选情最佳强行政吗 尽管党内有一些竞争跟初选的机制 可是结果都是我们最后都是党是团结的 那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确定副首 我相信到时候全党都会站在一起 赖前院长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是我们的这个神助攻 神助攻手 所以我相信赖院长无论是在 赖前院长无论在哪个位置 都会对民进党非常加分 基层不会言赖清德是超强主攻手 随着总统大选脚步接近 绿营前选人纷纷表态力挺才赖配 就是要让选情最佳分 会议秀的捷律林李佳化 特别报道